来呀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愁情凡事别放心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顺意 大家好 我是快乐练生的回老师 帮爱唱歌的有缘人快速成长 在家就可以做的发声练习 让你唱歌不再困难 低音的歌曲如何把它唱得优美呢 低音的歌曲主要是胸声的位置 语气一定要亲切深情 但是不要因为是低音的歌曲 就把所有的位置全部拉下来 比如说歌曲中的咬字 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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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我们唱歌的时候 像这样的声音发出来 一定要多用气 少用力 人声短短几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只要你用的力量多 声音就发虚 发散 甚至发不出声音来 燃烧 燃烧 要唱出优美的低音 我们这样来做 第一 用深情亲切的语气 用胸腔 也就是气泡音的位置 来发声 第二 不要因为是低音的歌曲 就把所有的位置全放下来 特别是咬字 我们还是要用上尺的最后一颗牙 和鼻腔的位置为利点 人声 人声 第三 用气息把声音带出来 在气泡音的位置站住 同时把声音往头后面送 人声短短几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啊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人声 人声短短几个秋啊 不罪不罢休